我常常會跟我講說 DROP 今天的溫度是12度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好像已經 在燒烤暖裡面 給大家預告一下呢 這禮拜日呢 有我跟仙琦一起喝Tee的 非常好看的影片喔 別忘了來收看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Obi三寶媽咪 歡迎回到今天的上菜時間 最近我身邊很多的朋友 加入了魯仁的行列 魯仁是什麼呢 我之前呢有介紹他們喝我影片 有曾經介紹過發奶茶湯 他們覺得 只是呢 因為我們不能每一餐都喝湯吧 所以我就想到說 之前我在餵這三胎的時候呢 我常常喝的一些發奶茶 我想說這一集呢 來推薦給大家 我們就來一起看看 這三個發奶茶怎麼做吧 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三款的發奶茶 準備的材料呢 有紅棗 葫蘆巴 紅茶包 蘋果一顆 桂圓肉 這兩個去中央還滿都可以 有機的芝麻粉 鮮奶 這樣就可以囉 我第一個要介紹的是桂圓紅棗茶 不過呢 這個桂圓紅棗茶 跟一般喝的不太一樣 我加了秘密武器 美中王美姿勢 蘋果 因為呢 桂圓紅棗 如果喝多的話會比較燥 加了蘋果之後 可以減少它燥熱的感覺 我到現在我也常常在喝這個 我們把它切成丁 再來呢我們準備這個紅棗 你不管今天在煮湯還是煮茶的時候 你的紅棗一定要把它剪開 紅棗裡面的味道才會出來 接下來呢就是我們的桂圓 我超級喜歡桂圓的味道 果仁會不喜歡桂圓的味道嗎 如果不喜歡桂圓的味道的話 用枸杞也可以做成這一道茶品 桂圓本身就已經有甜味了 就不加入蜂蜜啊 或者是糖 這樣子會過甜 這樣可能會容易胖 熱水把它沖開 把它攪拌開 稍微有點顏色了之後 我們大概等個五分鐘 這樣待會就可以喝了 下一道是網路上面輸入 我的哺乳媽媽都公認的發奶茶 哺乳巴奶茶 這是一個中藥茶 叫做哺乳巴 味道會有一點點的苦 今天我們用奶茶的方式來做 這樣子的話會比較好喝一點 那這個份量大概是五千 可以做一杯 然後我們家的妹妹給我一個這個 超可愛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你也可以跟那個中藥材 要那種藥材包的袋子 哺乳巴還有另外一個功效 等一下跟大家講 鏡頭前面的你們是爸爸們的話 不要按讚 不要給我退出喔 這個呢對你們會很有幫助的 把紅茶包放進去 倒入熱水 哺乳巴也放進去一起泡 我們就來熱一下我們的鮮奶囉 喝溫的 會比較容易燥奶 我喝冰的話一樣會燥奶 但是燥奶速度不會那麼快 那喝溫溫熱熱的東西 對身體會比較好 怕苦味的人呢 可以加一些蜂蜜或者是糖進去 就會很像外面賣的 泰式奶茶 我覺得還蠻香的 不喜歡吃重要的人呢 沒關係 第三個是我自己個人最最最喜歡的 芝麻鮮奶茶 我自己有時候會把它做成芝麻糊來喝 它有豐富的 膳食纖維跟鈣質 一樣準備紅茶包 這一集不用開火 真好 每次看這個啊 就覺得好療癒喔 加入兩匙的芝麻粉 超香的芝麻 我真的超喜歡芝麻味 然後我們現在喝這個蘋果紅棗桂圓茶 還好像沒有炸奶 我剛才懷念起那時候味 哺乳的時候我幾乎天天都會喝這杯子 因為加了蘋果就會多了一些清爽的口感 所以就不會像一般我們喝的桂圓紅棗茶 這麼膩的感覺 好 接下來呢 要介紹這杯葫蘆發鮮奶茶 這個呢 除了有發奶的功效之外呢 中藥行的老闆有跟我說 他有另外一個功效叫做 快點變得很尾聲 所以呢 不只是只有媽媽可以喝 爸爸也可以喝 這個呢就是為什麼三寶法比會生三胎的原因 待會兒我們要請我們的工作人員來喝 來來來 生理師來來來來來 我們來葫蘆巴奶茶 比如說他最近要殘食 他在晚上會去找他女朋友 撞陽一下 有一個輕輕的那種 淡淡的中藥味 其實沒有苦味 因為印度奶茶比起來有像嗎 或是泰式的 泰式很甜耶 可是你調的方式是比較淡一點的 所以如果有加糖的話 他的味道就會比較像泰式奶茶 對不對 是有點像 OK 好 把它乾了吧 乾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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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已經到底完全沒有剪接 喝完了 有 欸 你平常變紅耶 你有 不要覺得全身熱吧 今天的溫度是12度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好像已經 熱起來了 在收入暖裡面 好 芝麻鮮奶茶喝一下 一歲大兩歲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泡這個芝麻糊給他們喝 好喝 如果生理起來 也可以 爸爸要長頭髮也是非常虛 跟大家聊聊一下 因為在之前的時候我說過 我自己本身其實為了三胎的無難 這些都是母奶寶寶呢 不管今天我們喝了什麼東西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自己的心態 還有我們自己的心情 尤其是身邊的人給你的關注越多 或是我們自己心裡面的壓力越大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的奶量 不知道為什麼越味越少 越味越少 所以呢 我希望我們所有的母奶媽媽們呢 都可以放鬆你們的心情 關起我們的耳朵 就是說不要去聽旁人的聲音 你就享受在你跟小貝比之間 最親密最親密的感覺 這樣就好了 第三胎 我必須說 我總是如人大解放 我就是非常享受這個 我跟小孩之間餵奶的過程 這是我跟他最短暫最親密的時間 如果說你們有關於一些母奶的問題啊 你們都可以私訊給我 或是在底下留言問我這樣子 今天的發奶茶呢 就介紹到這邊 之前去發奶生湯 現在是發奶生茶 獻給所有辛苦的母奶媽媽們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還有下面的IG 記得去追蹤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主持人我是CC 我這樣漂亮嗎? 我要蛋撻